孟华鹿看了吗? 顾仙帆为大谢胖儿的加烙胡辣汤 特意买了张鸡的一口酥 接他下班 那今天我们也来复刻一下这款 斗沙线的张鸡一口酥 中式酥点 通常用猪油做水油皮和油酥的开酥效果最好 先做水油皮 把除了猪油以外的材料混合均匀 加入猪油 搭至油成团 转移到案板上 揉透 最好揉出薄膜 放冷藏松弛20分钟 接着来做油酥面团 案板上倒低筋面粉和猪油 再用刮板切拌均匀 搓酥三遍 使面粉和猪油充分混合 将油酥分成10克一份 搓圆备用 把饧好的水油皮分成20克一份 包入一份小油酥 用力均匀地擀成长舌状 上下往里折三分之一 用手掌根轻轻按扁 转90度以后再轻轻擀开 上下往里折四分之一 再对着 松弛15分钟 现在我们来准备馅料 豆沙馅分成20克一份 搓圆备用 取出松弛好的面团 轻擀成薄片 包入豆沙馅 收口捏紧 将包好馅料的小球球们 整齐地放入烤盘内 稍稍压扁 涂上蛋黄叶 再撒上黑芝麻 放进烤箱 170度烤25分钟就可以出炉了 张继一口酥 样子其实很像现在的蛋黄酥 但比较小 属于中式点心里的暗酥点心 就是从酥点的外表 看不到酥层 只有一口咬下去 才能感受到里面层层叠叠的酥脆 真的很好吃呢 感谢观看